hello 大家好 这是以前写在另一个部落格的文章 现在为了要整合部落格 就把文章搬过来 欢迎参考参考 Anolan的原创文章散文短文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一身仅出国一回者的最终国外一帮回忆 那也只是一张载也平凡 不过掉在一国机场地上的明信片大小传单 把它捡起来并收得好好的 它却将那传单视如珍宝 这是我第一次 也许也是我最后一次出国了那充满人生沧桑 经历的留声机般的嗓音 主动的把我当成听众了 就算不是最后一次 我也不一定会再来这个国家这个地方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保留这张传单 当作我今生永远不忘曾经有那么一次造访这个国家的很久纪念 句子缓慢 但持续坑枪有力的自留声机般的口腔中抛出 许久以前 有这么一位60多岁来自中南美洲厄瓜多尔 Ecuador的老伯 他在加拿大的某机场内用西班牙语坚定的对我这么说着 也算他幸运在以英语为主 法语卫府的加拿大东部机场中挑到一个正好有待过南美洲数年 刚好也熟悉西班牙文的我这个亚洲人 不然其他任何一位英语系的当地白人或其他人种或任何不安西班牙语的亚洲人都可能会把他当成是一个已听不懂的语言乱土牢骚的穷酸老头来看待 那些让经常出国见识的人们在一国可能不当一回事的人 试或误 换作是另一个很可能再也没机会出国或再度造访同一地方的访客 却可能被他视为是西式珍宝 我也曾经在至今只出过一次国的舅舅的眼中 看过这种习物眷恋的神采 而勾起他思绪跟灿烂追忆的 是一件在也平凡不过的日本九州一间餐厅的筷子纸套 从舅舅他出国到现在都已经快经过十年了 那一件对我而言丝毫不起眼的筷子纸套 却是舅舅他除了已经开始吞色的当年行程照片 早已经下度消化的餐点跟清酒以外 留给他的对那一趟日本行程跟当时最后一夜在熊本市用餐的最鲜明回忆了 这些往往被经常出国的人不当一回事的平凡外国物品 或许是一个印有当地商家资料的塑胶购物袋 或许是当地餐厅的一根牙签 一张餐巾或名片 或许是当地酒吧的一个在的品牌空酒瓶或一纸杯垫 或许是当地街上发的传单 或许是当地地铁公车的票根 甚或只是一国的一颗碎石一片树叶 总之 它是something local and free 并非是在当地观光景点的商店所买的纪念品 而往往是人们在国外路过消费 用餐 上厕所 短期过境居留的过程中 所顺手可以拿到的免费物品 但也因为他们不是直接用钱取得的 而只是普通在的人平常生活用品的一部分 反倒比要花钱买的纪念品更少了点做做脚式的商业味 而更多添加了一些异国当地的捕捉人情味 免费不起眼的他们 让现在的拥有者奠记着那一段段旅程 更提醒着他们 当年的我不只是去出差旅游过境而已 而是曾经有那么片刻 我也深深地融入了异国的呼吸跟作息 如果我们今生只能出国一次 或只能驻留某一个城市一次 除了自己拍摄的照片跟录影带 当地的名产跟要花钱买的纪念品以外 我们还可能拿回什么免费物品 来作为曾经在当地停泊过一城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之回忆跟证明呢 不管带回来的东西为何 其价值跟外观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倦勇神秘跟不足为外人道的 是蕴藏在那小小又不起眼的免费物品内的 对自我经历过之一段段远方的回忆跟见证 本文朗读完毕 依照惯例 请大家不要忘了记得肯定 按赞跟订阅分享哦 谢谢收看 要讲See you跟下次再见之前 提醒您 先不要离开 也可以直接继续再听一次本文作者 本人亲自朗诵这篇文章一遍哦 hello everyone hola get out como saba todem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感谢欣赏我的原创文章 闪文短文 这标题文章的标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副标是一生仅出国一回折的最终国外一般回忆 ok 那开始念文章本身了 那也只是一张再也平凡不过 掉在异国机场地上的明信片大小传单 把它捡起来并收得好好的它 去将那传单视为珍宝 这是我第一次 也许也是我最后一次出国了 那充满人生沧桑经历的流声机般的赏音 主动地把我当成听众 就算不是最后一次 我也不一定会再来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保留这张传单 当作我今生永远不忘 曾经有那么一次 造访这个国家的很久纪念 句子缓慢 但持续铿锵有力地 自流声机般的口腔中抛出 许久以前有这么一位 六十多岁来自中南美洲 厄瓜多尔 埃瓜罗尔的老伯 他在加拿大的某机场内 用西班牙语坚定地 对我这么说着 也算他幸运 在以英语为主 法语为辅的 加拿大东部机场中 挑到一个正好有待过南美洲数年 刚好也熟悉西班牙文的 我这个亚洲人 不然其他任何一位 英语系的当地白人 或其他人种 或任何不按西班牙语的亚洲人 都可能会把他当成是一个 以听不懂的语言乱吐牢骚的 穷酸老头来对待 那些让经常出国见识的人们 在异国可能不当一回事的人 是 我误 幻作是另一个 很可能再也没机会出国 或再度造访同一地方的访客 却可能被他视为是 西式珍宝 我也曾经在 至今只出过一次国的 舅舅的眼中 看过这种习物眷恋的神采 而勾起他思绪跟灿烂追忆的 是一件在也平凡不过的 日本九州一间餐厅的筷子 纸套 从舅舅他出国到现在 都已经快经过十年了 那一件对我而言 丝毫不起眼的筷子 纸套 却是舅舅他 除了已经开始吞涉的 当年行程照片 早已经下肚消化的餐点 跟清酒以外 留给他的 对那一趟日本行程 跟当时最后一页 在雄本市 用餐的最鲜明回忆 这些常常被出国的人 不当一回事的 平凡外国物品 或许是一个印有 当地商家资料的 塑胶购物袋 或许是当地餐厅的 一根牙签 一张餐巾 或名片 或许是当地酒吧的 一个在地品牌 空酒瓶 或一只杯垫 或许是当地 街上发的传单 或许是当地地铁公车的票根 甚或只是一国的一颗碎石 一片树叶 总之 它是 something local and free 并非是在地观光景点的 商店所买的纪念品 而往往是人们在国外路过 消费 用餐 上厕所 短期过境拘留的过程中 所顺手可以拿到的免费物品 但也意味他们不是直接用钱取得的 而只是普通在地人平常生活用品的一部分 反倒比要花钱买的纪念品 更少了点做作 搅饰的商业味 而更多添加了一些异国当地的普着人情味 免费不起眼的他们 让现在的拥有者奠基着那一段段旅程 更提醒着他们 当年的我不只是去出差旅游过境而已 而是曾经有那么片刻 我也深深地融入了异国的呼吸和作息 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今生只能出国一次 或只能驻留某一个城市一次 除了自己拍摄的影片跟录影带 当地的民产跟要花钱买的纪念品以外 我们还可能拿回什么免费物品 来作为曾经在当地停破过一城的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之回忆跟证明呢 不管带回来的东西为何 其价值跟外观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俊勇神力跟不足为外人道的 是蕴藏在那小小又不起眼的免费物品内的 对自我经历过之一段段远方的回忆 跟见证 以上朗读完毕 谢谢 就跟刚刚讲的一样 依照惯例 请大家不要忘了 记得肯定 按赞跟订阅分享 谢谢收看 谢谢收听 See you 下次见 拜祝 拜拜